例如投车车根据我们的经验是比较容易转向不足的 影响车的动态除了重心之外 就是车胎的变形 我想我尾车是这样走 但是实际上走出来的尾车就是这样 我综合了这么多年来 写专栏和拍YouTube 读者给我的问题问得最多 相信应该是 隔车oversteering和understeering 究竟是什么原因 究竟要怎样搞 另外就是 车胎 究竟要怎样设定 过往我们教人设定车胎 当然说你跟着spec 一定没死 但是其实 是有些进阶的 方法 今天 我将我所知的 全部告诉大家 不过在开始之前 就不厌其烦提醒大家 记得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就是 like和follow我们的 Facebook和Instagram 多点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还有 YouTube里面有一个superfans 多谢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从小到大都喜欢看车书 在车书里面 有两个terms 就是 转向不足 和转向过渡 基本上 就是 从小到大 你可以上去维基百科 其实它都是引用 SAE 国际艺者公联师学会的 定义 就是说 车的动态 是比 你司机 想 他转的方向 如果转得多 这个就是转向过渡 如果车 动态表现 比司机 期望那个 是少 这叫转向不足 简单来说 如果 司机扭堂态 头车就会转向 理论上 这四个车 转向之后 其实是会围绕着 同一个圆心 这样去作圆运动 这四个车 其实 都是支撑着车身 可以看成 其实整个车身 就会向着某一点 作一个圆运动 就会有一个半径 如果你的车 行驶出来的半径 比这个半径大 那就是 转向不足 相反 如果 半径是小了 转急了 这就是转向过渡 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基本的定义 我们看看背后的原因 令到车 动态反应 和司机输入指令 不一致 是有很多原因的 我们试试 把这些原因 分开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 车车 本身 和你的输入指令 是有 差异 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设计车 说的尾车 车车 车车车转向动态 车转向rag 大家就马上会联想到一些很复杂的很精密的后轮懸挂系统 其实相反的 越简单的懸挂系统 其实那个Toe是越变化得重要的 现在这么先进的懸挂系统 纯粹为了令到那个Toe变化得少些 和令到那个Toe的变化是向着他想要的方向变化 你想想如果有一支棍 我控制着这边一个Hinge 令到这边动 它不会动到直线出来的 它一定会动到弧线出来的 而这个弧线相对于我这个中心的随直距离 就不断地变化 所以一些很简单的后轮挂系统 例如Leaf Spring 简单了吧 Leaf Spring 它由弯变到直的时候 其实会长了 它长了一定会找地方伸缩 一伸缩那条竹就退前退后 又或者一些简单的Trailing Arm 甚至乎80年代Benz寶马那些后驱车很喜欢用的 Semi-Trailing Arm 那些其实你转弯的时候 全部都会令到它的串率向动态 是和司机的input 是有少少不同的 除了尾轮的Toe的变化之外 其实还有些 比如说车身的Roll的变化 因为如果Roll出现Camber变化 和地下的爪地力有变化的时候 其实车都会看下哪边的爪地力消失 如果车头的爪地力下降 那会转向不足 如果车尾轮的爪地力下降 就会转向过渡 这些由车轮的角度引起的动态变化 是属于一大类 今天我们就集中讨论另一大类 即是它不动的 但是都会产生转向不足和转向过渡 比如说车的重心位置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你的车前面超重的 之前我们在GT7教大家设计车都说过 如果车前面很重的话 它就先天性倾向推头 因为转弯的时候 令到车转弯的向心力 是作用在四个车轮上的 但是令到车不想转弯的离心力 是作用在重心那里 如果推重心出去的位置是很前的 那车当然不想转弯了 相反如果推车出去的位置 或者在后面的 就会令到车脱弯了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 重心位置 但是这个 是在车快的时候 是成立的 如果在车慢 或者刚刚开始转弯 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中置引擎 或者后置引擎的车 车头轻 有时刚刚拿第一手车 它会转向不足 因为车头轻 头轮和地下之间 运动不够 提供不了转弯的力量 所以引擎在车头 相对比较简单 引擎在车尾 有时会转向不足 有时会转向不足 有时会转向角度 也挺复杂的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驱动车在哪里 比如投车车 根据我们的经验 是比较容易转向不足的 因为 投车 如果我们要驱动的时候 踩油会有加速力 收油也会有减速力 如果车转弯的时候 四个车 其实同时都要面对离心力 已经用了车车的摩擦力的大部分 如果你再加入或者收油 那就很容易令车车 用尽摩擦力 那就会失去找地力 所以前驱的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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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是叫做Radio Ply的车胎 Radio Ply的结构 其实是特意做到胎壁很薄的 当胎壁很薄 就可以令到胎面更加好地贴着地下 因为车轮很难设计到完全垂直在地上 就算你设计到垂直也好 车轮有时会有点变化 几十年前的车轮不是用Radio Ply的 发觉车轮和地下的Traction变化得很严重 于是发明出Radio Ply 它使用一个薄一点的胎壁 它是会有适当的变形 于是接触路面的胎观 就是经常紧贴路面 无论你的车轮有点变化 但贴地面的contact patch相对比较稳定 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contact patch 这是一个优点 于是我们开快车是定点 转弯极限也高点 行车也舒服点 但是这个世界就没两头理 当胎壁是柔软 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 当我转弯的车轮转了 但是贴着地下的contact patch 可能不是跟你一起转 即是胎壁 好像扭麻花那样扭一扭 你的车轮转了10度 但是我贴着地下的contact patch 可能只转了8度 跟你可能有2度的差异 也不一定 譬如我头轮转弯 我转弯的角度 和contact patch的角度越大 sleep angle越大 就代表我转向越迟钝 那就会有转向不足 在尾轮是怎样的 其实尾轮 就会跟着圆周转 而contact patch 它就不想转弯 就想向前走 因此如果我的尾轮变形变得紧要的话 就出现一个情况 我想我的尾轮是这样走 但是实际上走出来的尾轮就是这样 即是车会转向过渡 因此我们归立得到 这个由胎壁变形所产生的sleep angle 基本上就可以看成为 你的车转向不足 或是转向过渡 的主要原因 于是可能大家就会 直接想想 我能不能把那个sleep angle 弄回小一点 这个是很矛盾的 我们由cross-prime 转做radio-prime 车胎 目的就是为了 让胎壁转一点 你现在又嫌它转得太多 你想弄回硬的 怎么办 有人有办法的 是因为车转比较高 所以近20-30年 所谓inch up 把车转撕大 让到胎壁 薄点 这是一个方法 但会影响到你的 舒适度 以及车转大 成本和东西也会贵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 胎壁的变形 这个sleep angle 原来是来自两个 除了来自相对薄的胎壁之外 还是 车的重量 和车胎气压 两样东西加起来的结果 即是说如果一个车 你打胎器打小一点 那胎套会软一点 变形多一点 Sleep Angle会大一点 相反 你崩跌一点 当然Sleep Angle会小一点 但是如果 变形量和压力 摘重一点 坐多几个人 他的变形又是多了 所以这个变形量 其实就是 重量和压力 两样东西互相影响的结果 我们知道 如果我調整得好的話 就可以調整到我的車的動態 除了整大成本的方法之外 我們調節胎器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經濟有效的手段 譬如我駕車 覺得有少許轉向不足 我可以做的方法就是 我將車尾的尾胎可以放少許 令車是願意轉彎一點的 教胎器 永遠只可以在一個範圍裏面教 你超過這個範圍 譬如我無限制地砰 明顯是36PSI 我打到46可以嗎 結果就是 胎壁是夠硬的 但是那個接地是小了 於是會更加線胎 相反你將壓力降到很低 我們以前都說過 你降到很低 其實那個胎觀一樣是變形 接地面一樣是小 你一樣是會線胎的 所以我們調整車胎的氣壓的時候 第一件事 你搞清楚就是 你那個負荷 究竟是不是和你原本設計的一樣 然後你覺得負荷是對的 然後再根據車廠建議給你的壓力 上下作出調整 這個調整就是 你的壓力越高 好 就會令到那個sleep angle小一點 那你究竟想 將那個sleep angle 放在車頭 還是放在車尾呢 就好看你駕駛的風格 你究竟是想車转弯一點 還是軟弯一點 就是如此類推 根據我剛才說的原則 將那個sleep angle微微調整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動態 記住 真是不要多 上下10% 什麼都夠了 這集我們講過 轉向不足和轉向過渡 和太器之間的關係 這個可以說是零成本 調節車身動態的一個技巧 看完這一集 如果大家對於我這一集的內容 有什麼疑問 或者有什麼想討論的話 歡迎來到一邊看喔